台中市有消防局两名主管日前在上班的时间溜班 坐着公务车到附近的大卖场买东西 结果呢被民众给用手机拍下来了 向媒体踢爆 事发之后这两名科长坦诚错误 也向上级自情处分 手上拿着刚从大卖场买回来的饮料和洗法金 台中市消防局紧急救护科蔡信科长 坦诚在上班时间溜班购物 做了公务人员的最坏示范 赡信科长日前跟教育训练科无信科长 看到大卖场的促销宣传资料 在上午11点多搭乘公务车一同前往购物 买了餐厅纸和饮料洗法金等物品 虽然两个人只花半个多小时就回来 除非你有请假 你才能够去办理试试 那公务车当然是因为公务上才可以做使用 依照我们的规定 我们会做适当的做处分 浩生铁饭碗的公仆在上班时间溜班 一举一动都被纳税人看在眼里